就是我们通常讲到肾虚 都会觉得应该是老人家 但是其实在漏尿的这个领域里面 其实真的不只是老人家 青壮年有很多女性 其实也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以前的农业社会大家 生的小孩比较多 女生生小孩 然后又是怀孕多格 现在的人生的比较少 可是甚至于他不大生 可是他也不大什么做运动 一直坐在那个地方 还有一些人是说 什么都不吃 你在减肥 那这也是一种肾虚的表现 甚至于压力太大 通常像这一类的 他可能就会合并有 这个提早更年期的一个状况 然后一定要什么 要做一个什么 肌肉的一个训练 像刚刚的那个盆底腔的 桌缸的凯格尔 主盆底肌运动呢 其实在动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看不到的 因为他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我们取代的方式 就是用这样子臀巧的方式 来练这个凯格尔运动 所以今天呢要教大家 各种不同变化形式的凯格尔运动 就像这样子一样的凯格尔运动